奇怪 六月一號韓國瑜需要急著去參加這些造勢活動 而且還說還有北中南 怎麼會這麼急呢 這個北中南都是這麼大型的活動 國民黨還在初選階段而已 初選階段需要搞這麼大嗎 感覺上他是不是有另一層意義 是不是要給國民黨中央看他的實力所在 那好像是台中 應該台中先開始 後來突然變成六月一號在台北這一場 台北這場 六月一號這場非常重要 我是跟鄉親說這場怎麼看 這場對韓國瑜來講它是一箭三雕 三雕 不是一箭雙雕 一箭三雕意思是甚麼 看他會發抖 在古年11月24號前 三三那種造勢驚天動地的氣勢 再一次在台北掀起來也沒有 如果被他掀起來的話 那不得了 那對台灣會很震撼 他又是有實力就是了 為什麼叫一箭三雕 第一雕 然後他打到柯文哲了 柯文哲常常在高雄都在美農啊 哪裡在一起 想要Long-State 想要求肉柚子 他直接挑戰你 所以柯文哲給他嗆聲說 哎呦 你現在是政治一百分經濟零分 你到底有沒有在上班啊 到底有沒有上班啊 他這個來台北 你柯文哲經常跑到高雄 我一次來台北打給把你打死 柯文哲 你是台北市長 你當然要關心這一場造勢活動會不會出甚麼意外 這是第一雕 第二雕他打他的郭台銘 柯文哲經拿到氣勢拿到 六半天 我韓國一來啦 我打給你看 第三雕就是打民進黨的 所以你們29號還在廝殺的時候 我621號兵臨城下 大軍押陣 這真的沒有 我看見有人開始退意策劃的人 確實有心機啦 但是如果他是廟天在那裡鋪 鋪陳這個東西的話 難怪韓國現在有人看他一來 又像廟禪一樣你知道嗎 就趕快有點類似的 如果是廟天又出錢又出人的話 那這一場我覺得是 應該是十萬人以上 因為他們每次這種宗教 在劃起來人都很多很多嘛 廟天廟禪啊 還有什麼前段才是那個什麼 什麼慾活節還是什麼 你看他哇那多少人啊 所以郭忠哥 那你想竟然廟天這樣一出來看一下 他的信眾都會去 都會集集想 廟天的信徒至少應該二十萬以上吧 就這麼聽話這樣就對了 對不對 不然宋楚瑜他們為什麼一直想要去 跟他靠邊靠邊啊 所以這個都勢力都很可怕 但是對韓國瑜來講 如果六月一號只是你廟天起來的人 沒有真正發自內心 那些韓粉出來的話 那人家就把你看破了 看破你手腳了 表示說你現在開始甚至往下滑了 那些人家在批判你的東西 以及你在高雄沒有什麼作為 然後就馬上就要來選總統 人家開始就反映出來了 尤其臺北是首善之區的 畢竟是一個太多 你來這家要輸贏 那個跟在鳳山岡山什麼山山山 那不一樣的 對 那個兩個型態完全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說六月一號 開始大家觀察 那你從後來會看到